現在要示範的技巧為Transfer Side Approach 從Floor轉位到Wheel Trade的技巧 此技巧適用於C7的病人 C7的病人可以使用的肌肉為Elbow Flexor, Elbow Extensor,還有Wheel Extensor 首先先將手煞車鎖下,還有將踏板收起 利用Hehe Relationship,將頭由左往右擺 使身體逐漸靠近輪椅,並與輪椅呈現30-45度的夾角 同側手固定,對側手放到Need的下方 利用Elbow Flexor, Wrist Extensor,還有Head Extension Momentum 將膝蓋彎起,這個動作可以讓我們等下上輪椅的時候更方便 一隻手放到輪椅前方坐墊的角落 手心朝下,並且手肘指向點花板 另外一隻手放到Hip的外側 雙手用力撐起,並利用Head Heat Relationship,將頭由靠近輪椅側往外下方甩,使Hip逐漸抬高 因為這個動作沒有辦法一次完成,所以當Hip抬高的時候 手在地板上的手也要逐漸靠近身體 最後利用一個Scapular Protraction的動作,把自己做到輪椅上 一隻手固定在輪椅把手上,在地板上的手沿著腳,漸漸將自己身體撐起 雙手固定在把手上,利用Head Heat Relationship,將身體轉正 再利用Head Heat Relationship,將頭由後往前甩,使身體做到輪椅深處 同側手固定,對側手放到膩的下方,利用Elbow Flexer Reads Extension,還有Head Extension Momentum,將腳收起 接著,將腳踏板放下 接著,將腳踏板放下 將腳踏板放下 對側手放到膩的下方,利用Elbow Flexer Reads Extension,還有Head Extension Momentum,將腳抬起來放到踏板上 這樣就完成了Transfer Side Approach 從Floor轉位到Head Heat的技巧 現在要示範的技巧 現在要示範的技巧是Transfer Side Approach 從Head Heat轉位到Floor的技巧 首先,先將手擦車鎖下 同側手固定,對側手放到膩的下方,利用Elbow Flexer Reads Extension,還有Head Extension Momentum,將腳放離踏板 再將踏板收起 同側手固定,對側手放到膩的下方 利用Elbow Flexer Reads Extension,還有Head Extension Momentum,將腳稍微前移 這個動作可以讓我們等一下Hip前進的時候更為方便 雙手固定在把手上 利用Head Heat Relation Shield,將頭由前往後甩 使身體做到輪椅的前方 使身體做到輪椅的前方 雙手固定在把手上 用力將身體撐起 利用Head Heat Heat Relation Shield,使身體 跟輪椅呈現30到45度的夾角 一隻手固定在把手上 另外一隻手,沿著腳,移動到地板上 確認手 確認手到了地板上之後 靠近輪椅的手,就可以放到座墊上 然後利用Head Heat Relation Shield,使屁股離開坐墊 這時候雙手用力撐住 避免Hip的快速落下 那這時候不用再利用Head Heat Relation Shield,因為重力自然會讓你的Hip慢慢往下落 從側手固定,對側手放到Need的下方 利用Elbow Flexor, Wrist Extensor,還有Head Extension Momentum,將膝蓋伸直 這樣就完成Transfer Side Approach 從Head Heat 轉位到Floor的技巧 現在要示範的是Transfer Front Approach 從Floor轉位到Head Heat的技巧 此技巧適用於T1 Level的病人 T1 Level,這類病人必須要有良好的上肢肌力 以及完整的神經支配 Starting Position是Side Seating 然後Knee是正對於輪椅前方 首先,先將手煞車左下 再將踏板收起來 利用Head Heat Relation Shield,將頭由前往後甩 使身體逐漸靠近輪椅 到達輪椅到達輪椅前方就可以了 一隻手放在輪椅坐墊前方的角落 手心朝下,並且手肘指向天花板 另外一隻手放在Hip的外側 靠近輪椅的這隻手出力 並且利用Head Heat Relation式 將頭由前往後甩 將頭由靠近輪椅側,往外下方甩 使身體呈現一個Modified Quadra Pad Position 接著,一樣靠近輪椅側的手用力 並且利用Head Heat Relation式 將頭由前往後甩 將頭由靠近外下側,往內上方甩 使身體呈現一個直立式高貴姿 正對輪椅 再將雙手放到髮手上 雙手向下用力,將身體撐起 注意此時的力量必須要垂直於地面 不然容易讓輪椅移動,造成病人跌倒 利用頭由上往下甩 還有Scapular Protression的動作 將身體撐起 然後頭由左往右甩的同時 將手放開 讓身體可以順利做到輪椅上 雙手固定在把手上 利用Head Heat Relation式 將頭由後往前甩 使身體做到輪椅的深處 從側手固定 對側手放到Need的下方 利用上肢肌力 還有Head Extension Momentum 將腳靠近輪椅 再將踏板放下 從側手固定 對側手放到Need的下方 利用上肢肌力 還有Head Extension Momentum 將腳放到踏板上 這樣就完成了Transfer Front Approach 從Floor轉位到Head Trail的技巧 此技巧適用於T1的病人 這類病人必須要有良好的上肢肌力 以及完整的神經支配 還有良好的Shoulder Flexibility 因為這個動作會有Shoulder IR 還有Hyper Extension 容易造成修得受傷 所以如果有其他的轉位法 我們就不會建議使用這個方法 Starting Position 是Long Sitting 然後背對輪椅 首先先將手煞車鎖下 還有將踏板收起 將頭由後往前甩 使身體逐漸靠近輪椅 使身體逐漸靠近輪椅 將頭由後往前甩 使身體逐漸靠近輪椅 同側手固定 對側手放到Need的下方 利用上肢肌力 以及Head Extension Momentum 將腳彎起 這個動作可以讓我們 等一下 上輪椅的時候更方便 將雙手肘放在輪椅坐墊前方 用力撐起 並且逐漸靠近輪椅 並且逐漸靠近輪椅 當Hip跟坐墊差不多的高度的時候 可以利用Scapular Protraction 還有Head Heat Relationship 將頭由後往前甩 使身體做到輪椅上 雙手固定在把手上 利用Head Heat Relationship 將頭由後往前甩 使身體做到輪椅的深處 從側手固定 對側手放到Need的下方 利用上肢肌力 以及Head Extension Momentum 將腳靠近輪椅 接著 將踏板放下 同側手固定 對側手放到Need的下方 利用上肢肌力 以及Head Extension Momentum 將腳放到踏板上 這樣就完成了Transfer Bag Approach 從Floor轉位到Wheel Chair的技巧